我們三個黨 三個總統候選人 得票率最高的前十個票箱 你知道我們台灣民眾黨得票率最高哪個票箱 金門大學 大家想都沒想 我說奇怪我們的金門怎麼會 不是 它寫金門哪個什麼箱 我說奇怪那金門怎麼會最高票 因為金門大學四千個學生有兩千個以上 兩千都是外地 他是從台灣去搬金 為了要買飛機票 要每年可以領高洋酒 所以他就把戶籍辦到學校去 所以他那個學校那個票箱是我們最高 所以因為我看到這個 我去查原因以後 我看第二個我就知道為什麼 澎湖科技大學那個票箱也是一樣 因為澎湖科技大學也是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是外地區 只是他為了買飛機票就把戶籍辦過去 因為好像住外島買飛機票比較便宜 所以這兩個 還有一個我還沒去查 我還去看 台中南屯 我們有個票箱很高 我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跟我說好像跟那個中科有關 但是我要去查 扣掉這三個票箱 其他七個全部信存科學元器 剛好就在我們這附近 所以我們的支持者 他有幾個特色 中間 中間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這種藍綠光譜的 很堅定的支持者 我們是屬於中間 再來是年輕 還有一個是高教育 高教育 不過一般來講這種的社會 高教育也隱含著高收入 所以我看美方對我們的研究 其實台灣民眾黨很像哪一個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 他很像精英政黨 只是說我們要從這個精英政黨 要怎麼出貨 不是 精英政黨他在整個社會裡面 他有369萬票 OK 大概是這樣 但是他不足以過半當選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規定說 有念大學的才可以投票 我跟你講 我們已經贏了 我看那個統計數字就知道 因為從那個選權一直在做民調 有念過大學才有投票權的話 我們已經贏了 但是這樣啦 但是你要問我說 難道我們這個國家 要給那些比較沒有念書的 或比較有老的人 來決定我們國家的未來 我有聽過有一個年輕人 他口氣是很比一的口氣 我是說他講法我認為也不對 我跟你講為什麼那個講法不對 他說我們的未來 為什麼要給老人跟沒有讀書的決定 當然講這個話是有點優越感 但是我跟大家講 民主政治當時設一人一票是有它的理由 為什麼 這叫保護弱勢 因為他們就是在社會上比較弱勢 所以我們在選票上就給他一個 一人一票都均等 來讓他避免他變社會邊緣化 所以我個人還是肯定民主政治 在這世界上的豐勇 所以我們也不要去抱怨 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是說40歲以下的高學歷 其實我們在這場選舉我們就會贏 所以是這樣 我們從現在開始一個思考 到底臺灣民眾黨在未來的失禁 我們大力何去何從